百年时尚新千年翡翠琴 买A或翡翠将微信 11776270 计赏期内免费退换 让您花最少的钱带最好的翡翠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 北京发生过一起震惊全国的大案 由于这起案件的作案范围 是以北京朝阳区双桥为中心 辐射方圆十里的地方 因此它被称为双桥老流氓案 见到这个名字 大家应该可以猜测出案件的性质 的确 这起案件就是一个自称老流氓的犯人 犯下的一系列强奸抢劫案 而最令人震惊的是 犯人从1972年到1974年的两年时间内 共作案380起 也就是说他侵害了380名妇女 但警方历时十年 都没能将这个神出鬼没的老流氓抓捕归案 直到十年后的某一天 一位退伍军人帮供销社抓小偷 一连追出去三公里 才抓到了名叫李宝成的犯人 后来李宝成被关在拘留所里 他自己沉不住气 以为之前犯的案子被警方知道了 便主动露出了破绽 北京警方顺藤摸瓜 却才发现李宝成就是十年前 自称老流氓的 系列强奸案犯 原来李宝成上学时 获得过北京马拉松比赛的冠军 最擅长的就是跑步 当年老流氓案后 警方也曾派出大量警力追捕 都没能将他抓获 当地协助警方办案的民兵 还给他取了个外号 叫十八里垫飞毛腿 没想到自自抓小偷 却意外破获了该案 也是天网归归 疏而不漏了 要说这三国中的吕布 从未杀过一元大将 却被后世尊为三国第一 就因为他有一个纪录 无人能过 什么纪录你知道吗 我还说这三国中的东西 就在这半年老是一家 对这三国中的吕布 那样的吕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